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里面的题目呢是叫货币创造金融数据和银行行为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本次的培训的主要的一个内容 主要能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货币创造与资产负债表 那么这个里面的资产负债表呢包括三层 一个是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一个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表 第二个呢就是从货币的创造 再到我们的金融数据 在这里面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探究一下 在货币创造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又如何深刻的影响到了我们金融的统计数据 一个就是货币供应量的这个统计 还有一个就是受容的一个情况 第三呢我们是回到另一个部分 就是说商业银行的私库管理 还有和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 那么就是商业银行在他的私库管理和资产配置中呢 他都注意什么 有什么限制 然后他会充分考虑什么 这些呢又可能会对债势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三部分中予以一个论述 首先呢来看货币的信用派生和三层资产配置表 那么这个简单来说呢 就是央行通过资产扩张 像银行体系呢创造了基础货币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流动性盆训之一中呢 也都有所讲述 然后商业银行呢通过资产的扩张 像全社会创造广义的货币 这就形成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广义的流动性环境 那么分析银行的资产货币表的一个变化呢 那个是有利于广义 理解我们整个经济情况运行中的一个流动性 还有我们的信用数据 那么首先来看央行的资产是如何创造基础货币的 这个我们在流动性培训之一 就是解析央行的这个资产货币表手册里面呢 我们做过一个更为详尽的一个介绍 在这里呢 我们概括来说 在贷款逆回购 证券投资和购买外汇 都是会创造技术货币的 接下来呢 我们把核心放在后面 就是货币创造的渠道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大概总结出了六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然后分别给予一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善银行发放贷款 那么我们也是做一个简照的一个说明 假设有100的这个现金存入到了银行 那么A银行的初始资产货币表就是资产端 法令准备金20 超准备金80 负债端呢 各样存款是100 然后呢 A银行超准备金是可以放贷款的 放贷款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各样存款 就是负债端 变成了180 加了80 为什么呢 因为实体取得了这个贷款之后呢 他会拿这个钱 无论如何 他还要存在银行体系里面 那么对于银行来说呢 他会发现他的存款呢 增加了80 但他的资产端呢 发生的变化是 他的贷款变成了80 那么就是体现于他有一个债权的资产 然后 然后他的法令准备金和超准备金呢 也随时发生了变化 法准变成了36 而超准变成了64 接下来来看第二个创造渠道 那么这个呢 就是银行向非银行类的公司购买债券 这个我们举例呢 就是A银行向非银行的公司 又购买了40元的企业债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存款进一步增加了40 而资产端呢 增加了一个企业债的资产 同时呢 法令准备金和超准备金 也发生了一个调整 我们看到超准备金减少 进一步减少变成了56 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额外来说的就是 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对货币创造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对于直接融资来说 如果企业直接发行债券 只要这些有价证券呢 不是被银行购买 而是被其他企业或者个人购买的话呢 就只涉及货币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转移 货币总量呢 是不受影响的 接下来来看货币创造渠道之三 就是善银行购买外汇 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是A银行吸收了存款100元 然后集提了20元的法定准备金 这个跟之前是一样的 然后呢 善银行从企业和或者居民户中购买外汇之后呢 资产端就会形成了外汇资产 比如美元 而负债端呢 是企业或居民户用外汇换到人民币 存入到了银行 形成了人民币的存款 这部分的存款呢 是要集提法定准备金的 同样A银行可以继续买外汇 排上存款 但是由于呢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要求呢 这个银行购买外汇的货币的 这个现金的量呢 会逐步的一个减少 那么这个方面体现的特征就是 上海银行外汇资产扩张 创造管理货币的这个量呢 在逐步的放缓 那么这个是他 一个整体的背景 接下来来分析第四条 货币创造的渠道 就是同业业务 那么同业业务呢 我们的先给一个定义 就是上海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间的 资金来往来的行为 那么其他的金融机构 当然也就包括了银行类的 也包括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 那么他主要有同业拆借 同业存放和买入返售 这三种形式 像同业拆借的话呢 就是金融机构通过 全国银行间的同业拆借市场 进行的这样一个拆放 那么在下面呢 我们给出了一个 当时会计分路是怎样做 同业存放呢 就是由金融机构在山银行开立 同业存放账户后 将资金存入 这个呢 有一个形式叫同业存款 接下来就是买入返售 买入返售呢 它的一个定义来说 就是山银行和金融机构 在买卖金融资产时 约定在未来已定时点 已约定的价格买回 那么举例来说呢 它的形式呢 有比如说质押市回购 买入返售银行成对汇票 买入返售新租收益权等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渠道中呢 把它拆分为两个 一个呢 就是同业业务之非银同业渠道 那么这个呢 是可以形成这个货币派生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派生过程中呢 商业银行的资产费代表呢 资产端会增加一个拆放同业 费产端增加一个同业存放 而对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资产费代表来说 比如这是一个券商 那它会资产端会形成一个存放同业加100 同业拆放 从业拆借 那么费债端加100 这个时候呢 它是创造货币的 接下来呢 就是同业业务里面的银行同业取代 那么如果做了这样一个 就是货币创造的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的举例呢 就是以买入返售 信托收益权为例 那么这个 具体怎么做操作呢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个就是 公司A买入信托产品 信托产品呢 以信托贷款投资公司B 第二呢 银行C购买公司A持有的 信托产品收益权 同时和银行D签订 远期购买的协议 由银行D承诺 未来以固定的价格购买该 信托产品的收益权 第三就是银行C将信托收益权 即将为买入返售资产 银行D将 将购买承诺 寄入表外的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这个1.3.4里面呢 我做了一个 比较详细的一个 信托涉益权的一个 交易结构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额外提示的一点 就是 买入返售呢 经常是用来隐藏和规避 贷款的这种规模控制 银监会呢 就此呢 也发布了有一个 很著名的一个监管文件 叫127号文 那么他禁止了 除了票据以外的 大部分的 非标资产的一个买入返售 127号文呢 也同时要求卖出回购方 也就是银行地不得将该资产 做一个出表 所以说 这个业务呢 逐步受到了一些限制 这一派生的方式呢 也是 现在来说是不多见的 接下来呢 就是我大致总结了 这个银行的同业渠道 资产端 有存放同业 同业存单 开出资金 买入反售 同业代付 这些方面 他各自的一个定义 期限额度 备注 资本地底和存代比 那么 接着呢 就是同业渠道的 负债端的一个概括 包括同业存放 插入资金 卖出回购 三个方式 也可以 大家做一个基础知识了解 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 货币创造渠道之五 就是影子银行 能否进行货币的一个创造 那么首先呢 我们给影子银行的一个定义 就是说 它是指 游利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 可能引发 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 一些进入中介的体系 在中国来说呢 它是有几个特征 一个就是 不受监管 或者说它是绕监管的 第二就是 与传统银行 受从业准备金 资本成组率 进行范围 这些监管的限制不同 它是游利于 这个银行体系的监管之外 那么它主要的形式呢 也很多 包括委托贷款 新贷贷款 伦组组 所以全的回购 ABS 全联资管 银行理财 P2P 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个比较典型的呢 就是委托贷款 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 这是主要是做一个 委托贷款的一个 简要的一个介绍 在2018年的时候呢 它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下降 接下来呢 就是单纯的影子银行 是不能创造货币的 这个是我们对于 这一创造渠道的一个 一个下 所下的一个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 左右两个表哈 我们以理财资金的运用 和理财资金发行的 一个整体影响来看呢 我们推导来看 它对货币的供应量 都是影响都是不变的 但是我们在这里 需要出的就是影子银行 往往和1.3.4中 所提及的同业业务 是相间合的 这样呢 是的确会进行货币创造 但是其创造的核心呢 还是在银行同业的那一端 最后呢 就是货币派生的监管里面的 第六条 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这个呢 我们在 就是流动性培训之一 就是 央行资产负债表里面呢 对此呢 做了一个介绍 但是呢 我们并没有介绍 这个是如何做货币的 一个派生的 我们 简单来说 在此前呢 在没有三方支付机构的 存在的情况下呢 那么 就是 大家做这种 资金的支付 就是 比如说居民和公司 之间做这种 货物的买卖 或者服务的买卖 那么他就直接支付了货款 那么为了保证支付需求呢 社会呢 都会将流通中的现金 也就是M0 保持一定的量 那么在下面的这个结构中 我们看到 如果有了单方支付呢 就会存在居民 A先把钱给到了支付机构 支付机构呢 再把这个钱 符合条件了 他在给公司币 那么 在支付机构这里存续的时候呢 这就存在了一个资金差 那么 在这个备付金呢 是不需要100%上脚 央行之前呢 这部分备付金是存入在银行 作为一般存款的 那么银行希腊存款之后会加大 扩大其发文贷款的能力进行货币的派生 这个呢 所以说是会进行货币派生的 而央行呢 却认为你本来本质上是做这种资金的这个一个结算和支付作用 是违背了你的这个作为作为备付金的一个目的的 所以呢 央行在后来也是发文给了一个监管文件 就是要求把备付金这块呢 是100%做一个上脚 那么这个来说是相对来说是合情合理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 前面我们也讲了货币派生的这么几种情况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派生和金融数据之间的关系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将分别介绍M0MEMR和社融这四大金融数据 还有就是关于这金融数据 有一些比较好玩的一些对于经济指示意义的一些内容 我们也分别做一个介绍 第一个就是货币创造改变了央行和其他存款性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那么通过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的各种派生的一个形式 我们可以清晰的对应到 在这两个表中都会发生一个整体的变化 然而我们把这两个表呢 进行一个合并 就会形成了存款性公司的一个概览 那么存款性公司的概览呢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接下来来看 它呢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金融数据 也就是货币供应量 里面M0 M1和M2的一个直接来源 也就是说我们的很著名的M0 M1 M2这些数据 是基于存款性公司概览所出现的 我们可以轻易的看到M0就是里面的流通中的货币 M1呢就是里面的货币 就是流通中货币加单位回机存款 而M2呢就是此前的货币加准货币 准货币就是单位的定存 个人存款还有其他存款 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些金融数据分别做一个简要的一个概括 M0呢就是流通中的现金 那么是银行体系以外各个单位扩存现金和居民手持现金之和 那么它和央行资产货币代表和其他货币公司的资产货币代表都有关系 计算公式就是央行资产货币代表的货币发行 减去其他货币公司中的扩存现金 这个就是啊就是流通中的整体的一个现金 接下来就是M2 现在来是M1哈 M1呢基本概念就是M0加单位在这个银行的活机存款 它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社会上流通的货币总量加上上银行所持有的所有的活机存款 它的本质含义呢我们认为可以归结为是流通中的现金加可交易用的存款 它反映的是经济中的现实购买力 它也是我们整个的经济周期波动和价格波动的一个整体的新型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左下角的图M1的增速 一般是领先CPI的增速达到的领先适用是在6个月左右 但是不得不否认的是这种相关性呢 在16年以来呢变得并不那么的一个明显 接下来来看M1与股市的关系 M1的核心呢就是企业的核心 活气存款 M1增速高呢一般是代表企业的现金有状况好 有动性相对宽松 而且呢上市公司的盈利情况是A股的投资基石 这个情况呢它是整个来说 还是相对来说对于股市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我们也在下面做了一个图 接下来下一个就是M1和房地产的一个景气度的一个关系 我们认为M1呢是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景气指标 M1与房价增速之间呢是大概有三个月的一个之后 另外呢就是商品房销售的增长呢会使得资金流入房企变成企业从管拉高M1的增速 那么这个体现来说就M1的增速同比和商品房的销售增速呢是正相关的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论述一个更为核心一点的一个金融数据就是M2 这个里面呢先谈M2的基本概念 它是流通证现金也就是M0加上企业回期存款 在这个阶段呢就是变成M1 然后它再加就是定期存款 居民储蓄存款再加其他的存款 那么它经历了大概五回的一个统计口径的一个改革 最近一次呢就是央行完善了货币供应量中货币市场基金部分的一个统计方法 那么M2的基本概念中呢我们有认为有几点是需要做一个理清的 我们翻阅了杨宁 它是这个央行体系的一位 他做了一个论文里面 它显示呢有几大存款是不包含在M2的核算里面呢 第一个就是外币存款 第二是财政存款 第三是委托存款 第四是境外金融机构在境内的存款 第五是银行的表外利财资金 接下来就是我们对M2的另一层解构 就是从金融机构自然 信贷收支表的一个角度做一个解读 因为呢M2的四个来源呢 是住户存款非金融企业的与机关团体的存款 非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 以及流通中的货币 那么呢我们在金融机构的这种信贷收支表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资金来源和资金应用是相等的 我们把等式移做了一个拆分 并做进一步的变形 可以得到等式三 还有等式四 等式五 最终呢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M2呢 它是各项贷款 外汇和黄金账款 国际金融机构净资产 证券进投资 还有财政存款 那么主要是这些因素会导致M2的整体一个变动 我们经过统计发现呢 就是各项贷款是M2创造的主要渠道 大概是60%的一个贡献率 证券进投资呢 这个里面呢 主要就是国债和地方政府债的一个振发型的量 这个逐步抬升大概的一个占比是在30% 外汇及黄金债款的一个增速 对M2的一个贡献率大概就是已经不超过10%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重要的金融数据 就是涉融的一个基本概念 涉融的规模呢 主要是指实际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一个资金 它包括了10个方面 主要是外币贷款 被金融局给金融内股票 融资委托贷款 新多贷款 人民币贷款 且债券被提现银行 承计汇票 投资性房地产 还有其他融资 那么18年的涉融增长的特点呢 它是一个就是表内增和表外减 我们可以看到右下角的这个表里面 从13年到18年的这个情况来看 人民币贷款呢 在18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变动 就是人民币贷款成为了涉融增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拉动因素 企业债券 企业债券的其次贡献了11.56% 而此前一直是正贡献的委托贷款和信托贷款的综数呢 则是出现了一个负增长 那么对于涉融规模和M2的一个关系 我们认为呢 它是硬币的两面 我们可以看这是金融机构的这个资产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概览 那资产端呢 这些是涉融的规模 负债端的这些呢 形成了M0 M1和M2 那么在2.1这个里面呢 我们再概述一下就是涉融规模和M2之间的交集 还有各自分别各自独有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交集 就是银行发放的人民币贷款 企业债权的融资 这个是银行社的部分 第三个就是银行同乡飞银 也就是投降实际经济的部分 那么什么是M2所独有的呢 第一个就是外交账款的变动 第二是财政的投放 第三就是银行投放非银 这个呢是投放给非银之后呢 又被投放到实际经济的部分 第四个就是货币盖栏里面的其他负债 而涉融里面呢 有哪些是记录涉融而不记录M2呢 第一个就是企业债权的融资 这个是非银行社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非金融企业境内的股票融资 第三是非未贴线的银行成金会票 第四就是直接的这种行动贷款 在下面呢 我们又做了一个对比的一个差异 那么它是在统计 对统计范围和创造渠道方面 都是有各自的不同之处 在此呢我们做不做一个赘述了 大家可以仔细做一个查看 关于涉融的统计呢 还有一点呢 也提醒大家注意 就是有三样指标是不大如涉融的 第一个就是外交账的这些投资和外债 第二就是外交账款 第三是国债 为什么提出涉融呢 主要就是认为央行认为涉融呢 相比M2呢 更能体现整个经济的一个基本运行情况 我们呢根据盛松重的这个社会融资规模的测量的一本书 我们做了一个 也是引用了他的结论 涉融和GDP CPI进入过总额固定战场投资的发电量 涉融呢 相比来说有着更好的一个拟合性 也有更好的一个先行的一个指标 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系数分别都超过了90% 接下来我们来讨论几个关于经济数据比较有意思的几个特殊的一个指数 第一个就是货币流动性的指标M1比M2有怎样的一个含义 M1比M2的波动呢 是可以指示实体经济经济市场的活跃度 以及实体的利率水平 第一个就是实体经济的活跃会带动宏观经济的指气 企业投资增加 同时企业定期存款活气化 货币的流动性增强 第二就是经济市场的活跃度 也会带来货币流动性的变化 企业和个人基金投资的增加 再来居民储蓄存款的减少和企业定期存款的活气化 M1比M2上升 第三就是货币资金的实际成本 指向M1比M2的变化 存款利率的降低 会带来活气存款机会成本的下降 企业和个人投资追逐 这种更高收益的投资成绩存款水平下降 整体会导致M1比M2上升 那么第二个结论就是M2比GDP 来说明中国的货币潮发是否可选 这个呢 我们主要是参考了原来的央行货币政策司的 司长和副司长所做的一些研究 我们直接做了一个引用 我们呢 给的一个结论就是判断这个货币是否超发 或者说这个量是否恰当 还是不应当观察M2比GDP 而应该看物价是否过快的上升 是否维持经济水平的稳定 真正对M2比GDP带来的影响呢 是货币政策调控 区民区序的倾向 携带款的倾向这些因素 这里面呢 我们中国所呃 大家认为的M2比GDP非常的高 其实呢 它也并不显见于中国啊 其实在东亚 这些呃 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都是存在这样一个情况的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里面 总结了三条会导致M2比GDP 会产生的一个呃 过高的一个原因 那么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过高的储蓄率 而且呢 企业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 这样都会导致M2比GDP是特别平高的 第二一点就是不良资产和非常生产性的贷款比例较高 也会导致这个比例平高 第三就是金融脱美指数提高 那么也会导致M2比GDP的比例提高 最后呢 就是金融数据和债势走势之间的关系 这个里面就是因为大家经常会用一个数 就是社用的增速减去M2的同比增速 和整个的债势走势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可以先看左下角的这个图 我们发现呢 往往社用同比减去M2的同比呢 就是说他见底或者见顶之后呢 随后呢 债势也就先出现了见底或者见顶 足以来看呢 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相关关系的 我们也做了这种格兰捷的英国检验 社用同比减M2同比的这一个利差呢 这个增速之差呢 的确是债势收益率之因 在2010年之后呢 是90%的质势区间 而在13年之后是99%的质势区间 那么市场呢 也有一种四十而非的理论 就是M2代表货币供给 M2增速快资金面积是好 第二呢 涉容代表实体需求 涉容快 涉容增速快呢 则代表融资的需求往上 我们在此呢 给予一个更科学的解释 第一个就是M2中的同业业务 虽然创造存款 但并不一定创造涉容 同业业务的大发展呢 实际上是会给资金 债势带来资金 第二就是涉容中的费标融资 比如费头贷款 新多贷款 就是说这些 有点类似于银行的部分 如果没有银行资金 资金参与呢 是创造了涉容 但是不创造M2 但是实际对自己有需求 这种呢 是如果他这部分呢 过快的发展实际隐含了 经济发展状况是不错的 那么两项的增速差 的确在某种程度上 是对债势有一定的预测效应 这个呢 我们是相对来说是认可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 第三个部分 就是银行的缩户管理 和商业银行的资产配置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就是3.1 就是来看商业银行资产 负债管理的核心目标 这里面呢 目标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净利差 也就是NIN 第二呢 就是净利润 第三是经济增加值 限制呢 则是第一是央行的 狭义信贷管控 第二是MPA考核 第三是资本冲击率和杠杆率 第三部分呢 在MPA考核中呢 也是在其中之一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部分 更重要一些 所以我们在限制里面 是单独的提出来 第四则是流动性的管理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述一下 就是商业银行的拆卸行为 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它包括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两个方面 外部因素呢 包括央行货币政策 集结性识点因素 机构行为判断 市场特征判断 经济基本面的判断 政策因素的判断 内部因素呢 主要是银行本身的资产负债结构 FTP内部转移价格 银行的资产负债变化 还有就是内部的交易策略 这些都会影响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的 这种抄借拆借形 接下来我们重点论述的 就是商业银行的 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 它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FTP 资本管理 资产定价模型和流动性的管理 那么我们首先呢 来说FTP的一个情况 我们主要是对这个情况 做一个介绍 就是什么是FTP FTP呢 其实它是利润分割和资本核算 资金成本的一个核算工具 它是整个央行所做 所有资产负债业务的一个 价格指导的第一道线 它有自己的取权高的基础 有短到长的是 一天一个月 share about三 三一个季度 就是三个月 一年 NCD一年以上 NCD 然后还有就是一年以上的一些资产 这个里面 以上的资产呢 就会考虑到国债的曲线 然后再加上信用溢价 再加上流动性的整体的考量 它整个呢 也会存在一定的市场分离 一个就是存在业务 独立的一个市场 基础市场业务 也是独立的一个市场 接下来呢 就是银行资产费债管理里面的 第二个工具 就是资本管理 这个里面呢 就是资本冲突率和杠杆率 它是银行配置行为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制约因素 这里面呢 我主要核心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资本占用 它的最为完整的一个公式 是资产的金额减去拨备 然后再乘以工业资产权中细数 再乘以资本冲突率 然后呢 我们会给予一个简化版 以便于我们后续 做这样的一个判断 它大概是银保监会公布的 银行业的资本冲突率 或者核心一级资本的冲突率 然后再乘以资本的利润率 那么资本的冲突率呢 是要符合银保监会的 一个监管要求 太低的话呢 也好像不能违背 这个监管的一个规则 接下来就是资本管理的 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规则 就是MPA的管理架构 这个里面呢 包括第一个部分 就是宏观审慎资本的充足率 它主要包括了 这个逆周期的资本缓冲 还包括结构性的参数 系统重要性程度 管理性带增速 这个里面呢 这个里面呢 曾经在16和17年 对上一行整体的一个资产的变动 产生了非常大的 或者说资产调整 产生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今年呢 由于经济的整个的基础面 出现了一个下行 而监管呢 又非常希望银行在其中呢 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 所以呢 监管呢 有走稳 或者相对宽松的一个变化 今年就我们了解呢 银行是对于监管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放心的 就不太担忧 有所更大的一个限制 接下来就是MPA管理架构中的 另一个就是杠杆率和 总损失牺牲能力 我在这里呢 也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 此次我们在此呢 也就不再赘述 接下来就是第三个资本 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的工具 就是资产定价 它主要是重在资产选择的一个比较 资产定价呢 包括三个方面 就是第一层就是效益指标 第二就是合金考核指标 第三个呢 就是影子考核 影子考核呢 则更关注的就是经济利润方面的考核 我们可以看到啊 资产定价的模型里面 首先就是实现了我们的利息收入 它的成本呢 第一层就是FTP 就是资金转移的成本 这样就会形成了一个FTP的利差 或者我们理解为叫净利息收入 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还要加上我们做这个业务 可能有一定的 尤其是山银行自己的金融市场部 会有一些非利息的一个收入和支出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减掉 它的运营成本 然后要减掉它的一些拨备 或者说一些不良 所造成的一些损失的一个预估 还有就是像税负成本 这个税负成本呢 主要就是增值税和所得税 随后呢 还要减掉这个资本的一个成本 也就是说股东我出资 然后你所做的业务呢 都要占用股东出资的这个额度 所以说呢 这个部分是会产生一个资金的成本 接下来呢 我把国债国开债信用债和贷款 或者飞标投资做了一个简要的一个如何做估算 或者说估算它们相对价值 做了一个表格 那么加项主要就是收益率 而减项呢 包括FTP运营税负增值税 税负走得税 风险 还有资金资本成本 在下面呢 我们以这个国开 地方债 铁道债 同学存单 不同的期限 三个月和六个月 还有信用债 还有适用于广义基金的信用债 我们分别告知了不同的 它适用的所得税率 增值税率 风险资本权重 还有它的不良或者违约率的情况 我们也给出了 在左侧的第二列 编号和公式 我们也给出了这个具体的凑算公式 希望对大家 如何做这种资产选择的比较这种公式 给予大家一个 更为直接的一个指导 那么接下来不得不说的就是 从银行的这种资产负债管理 也就是School的角度呢 去看最近往往在传的一个 一个事啊 就是叫地方政府专项债的风险资本 权重会否做一个调整 实际上它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 如果说 我们目前的情况 十年级的地方债的风险权重是20% 而如果如市场所传言来说 如果调整到零的话 对于银行来说 扣掉税 增值税所得税 资本占用成本后呢 如果我的权重 就是调整为零的话 剩余的收益可到4.14 甚至说更高的一个水平 我们是以 8亿底的一个状态来测算的 而如果我们不是 而我们把风险权重设为20%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收益就明显的小了很多 小了大概有30个BP左右 之所以分别这个 就是说不同资产的一个相对的一个 是否有足够的一个相对的吸引力或者利差 之所以分析呢 它是是因为它对我们的债势相对有一定的职业 就是说 它还是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我们来看到 左下角的这个图 就是扣掉增值税和所得税的一般贷款 然后去减掉10年国债收益率的一个利差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个利差呢 见底回升的时候 往往也是我们债势见顶收益率见顶回落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利差呢 见底走升的时候呢 往往我们的债势呢 会迎来一波的这个牛市 但是呢 这些规律呢 主要是缺乏银行行为的一个支持 因为呢 银行的贷款具有一定的刚性 而且额度呢 在年度呢 初的时候已经定好 不会轻易 因为呢 债券资产呢 更有相对于这个信贷呢 更有投资价值而做一种轻易的一个改动 但是无意来说 这个还是存在其历史的一个规律 可以作为我们做债券投资的一个相对的一个参考 接下来呢 就是银行资产费债管理的最后一个 就是流动性的管理 那么它的主要的监管影响文件呢 就是流动性管理办法 是在今年的5月25号 呃 银保监会正式发布了 它的正式意见稿 这个里面呢 我们做一个 主要是就其他和 呃 过度 呃 就是 就是征求意见稿的一个变动 啊 我们做一个简要的一个介绍 它里面呢 主要提出了 呃 五项流动性管理的一个指标 第一个叫流动性覆盖率LCR 然后就是优质流动性资产中毒率HQLAAR 第三是净稳定资金比例叫NSFR 然后就是流动性比例 还有就是流动性匹配力LMR 这个里面呢 相对好达标的是NSFR和流动性比例 这两个值呢 是之前 呃 MPA考核 还有巴塞尔协议三里面呢 都是提到的 银行呢 达标这两个是不太上问题的 LCR呢 达标呢 相对来自知 但是今年呢 呃 由于各大商业 各大银行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来说呢 呃 相较1617年是好达标很多了 LMR和HQLAAR呢 是呃 原来银行经常抱怨 就是不太好达标的一个项目 但是今年来说 就我们目前所知也是不太有这样一个担忧 一方面呢 是银行的一个犹豫降准之后呢 大家解决了这两个指标 第二呢 就是呃 监管呢 给予了很大程度的一个宽限 那么就是第二个就是流动性管理办法的一个变化 这个里面就是小银行的监控呢 更加灵活 这个里面主要是给小银行的一个 呃 就是更多的一个监管选择 第三就是流动性匹配率的计算 呃 这个里面呢 它发生了一些变动 我在这里就不再追溯了 呃 最为核心的一个变动 就是正式搞降低的各样存款中三个月以下各样存款的计算率 就70%降低到了50% 这个呢 相对来说可以看到整个的监管机构是不太鼓励呃银行过多的做同业业务 然后呢 第二呃 第二个变化就是HQLAAR也发生了这个三项的一个变化 呃 第一个变化就是优质流动性资产中的短期现金净流出的公式 改为了短期现金净流出等于可能现金流出减去 确定的现金流入 第二就是二级资产呢 增加了呃 提到债 增加了约定纳入二级资产的信用债为AA级以上的非信用机构发行的信用债 较之前AA级以上呢 是有所放松啊 而第三个变动呢 就是确定的现金流入项目中投资债券 呃 流入包括三十天内到期的债券改为 投资债券和金融机构流入包括三十天内到期的可正常履约的债券投资 金融工具投资等流入 既然呢 提之前我们提到了这个流动性的匹配率 我们呢 也根据17年的这个上市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我们也大致估算了 大家流动性匹配率的一个呃 现实的一个状况 数据显示呢 像股分制的银行 它的流动性匹配率呢 都还是存在一些不太达标的一个情况 当然流动性匹配率呢 它的到期达标的要求呢 已经出现了延后 所以说18年无论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LMR都不是目前上银行做非常担忧的一个情况 整体来看呢 流动性管理办法的这个影响呢 是影响是中性的 而且是偏乐观 也是有助于整个银行行业更好的做好流动性管理和这个流动性的一个 呃呃呃一个支持或者说更好的支持整个的这个实现货币政策的一个呃一个方式 那么接下来还有就是复录 我们对这个正式稿和征求意见稿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对比 在表格里面我们也可以清晰的看到啊 包括其他指标的一个变动 那么最后呢我们回到了一个就是关于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中呢 大家最近经常问到的一个问题 也是非常呃很多人诸多困惑的一个问题吧 第一个就是呃 这个问题呢就是央行的政策操作利率是不是资金市场利率的底 那么这个谈到这个呢不得不说 中国利率的走廊呢是学习了欧洲央行的利率走廊 那么它的下限是超总管准备金率的这个利率啊 是0.72%上限的是SLF常备借贷便利的利率 目前呢隔夜7天和一个月的利率分别是3.4 3.55和3.9上下限的这个利差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这个走廊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 那么今年呢我们看到7月和8月的月初呢 我们认我们出现了呃资金市场的利率 尤其是R和DR2007啊已经低于了目前央行多7天国债利回购的利率 就是2.55比这个利率还要低 那引发了一些人的一个呃一个疑惑 我们认为呢这个情况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因为商业银行的私库管理呢叫大资库管理 即公开市场操作界的钱 还有他吸收的活期存款 同业存款 这些的资金呢是一并进入到银行的总的盘子 然后再进行银行资产的一个呃分配和操作 所以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呢 是完全可以高于对应期限的资金市场利率 而这在整个的资金市场变动的这个利率走势上呢 在历史走势上呢也并不显见 我们可以看到在20052015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右下角的图 银行间利率很松的时候呢 是出现了资金利率小于政策利率的一个情况 好 那么我就把这个市场最近关心的这个呃 央行的政策操作利率是否是资金市场利率的底 这个情况呢 呃就予以了一个回答 那么我们简单再回顾一下我们本次的这个培训大概讲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致讲了货币创造的渠道 有几个方式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们主要分析了呃 货币创造如何能够推导出基金数据 然后基金数据里面的M0M1M2还有涉容 分别呢有怎样的一个含义 又对经济起到了一个怎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呃 作用和指示意义 第三部分呢 我们则主要是探讨了银行的私库管理 也就是银行的这个资产负债是如何做管理 而且呢 他又有怎样的工具 每一个工具呢 又如何的去呃 去影响这个银行的资产型资产配置行为 还有他的配置选择行为 好 以上就是我们本次的流动性专题 彭训之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